尊敬的各位评委老师同学们大家上午好 欢迎来到新耀大湾国际华语辩论邀请赛的比赛现场 我是本场主席马乔楚 即将进行的是初赛A组第三场 请允许我介绍正反双方及各方的立场 正方是深圳大学 他们的立场是人性本善 反方是清华大学 他们的立场是人性本恶 下面有请正方做自我介绍 生者深究天人之道苦钻大千之学 正者一吐为姬在万物海纳百川汇千江 大者几古今之大成博仲家之所长 学者脚踏实地以求真自强不息以求是 正方一辩周晓玲 正方二辩李轩 正方三辩胡亮 正方四辩黄浩 请代表正方深圳大学辩论 问候在场各位 感谢正方 有请反方做自我介绍 大家好 反方一辩李小中 反方二辩戴指寒 反方三辩戴蕾 反方四辩张雨萱 代表清华大学学我方三辩电影 问候在场各位 感谢反方 感谢反方 在了解对阵双方后 请允许我隆重介绍本次比赛的评审 他们是张国恒老师 欢迎您 陈灵岳老师 欢迎您 谢宇老师 欢迎您 在比赛开始之前 我将对提示铃声做出说明 当各环节总时长 剩余一分钟时 将听到一声铃响 当各环节总时长用尽 会有多声铃响提示 请停止发言 现在我宣布 新耀大湾国际华语辩论 邀请在初赛A组第三场 正式开始 首先进入初始说服阶段的 理论陈词环节 双方各有三分钟时间 向评委和各位观众 阐述几方观点 有请正方一辩 主席您好 进行麦克风测试 请问可以听听我的声音吗 声音没有问题 谢谢 好的 发言机即时 谢谢主席大家好 一直以来论证人性本恶 无非是说人有生存的本能 基于自保和繁衍的需要 人便被判上了自私自利的原罪 但人对生存的渴望和不享受伤害不是恶 因此我们不能对人类的欲望和利己行为 直接判定为恶 那对他人造成伤害一定为恶吗 像婴儿天然有损失母亲乳头的本能 可能不经意间会咬破母亲的乳头 但我们不会认为吃奶是恶 因为婴儿不这么做便会饿死 所有方认为善即利他 是他人 是人自觉自愿做出的 帮助他人获得方便和利益 尊重他人利益的行为 恶是在未受到外界或他人伤害与影响的同时 不涉及生存需求的前提下 人主动做出的损利己的行为 我方认为 今天在排除了教化利弊 生存考虑的后天影响下 追本溯源 人在有选择时 更倾向于做出利他行为 即论证人性本善 首先 行善的天然生理机制 是我们的基础构造 之所以论证大脑构造 是因为生物学家约翰霍尔丹 在对基因的研究中发现 人的基因有表现偏向利己的倾向 也有亲缘选择的利他倾向 即使最终这不一定导向恶 我方也认为 基因不能够完全认证 人性的最终构成 而现实世界有好的价值倡导 也有恶的势力 一旦涉及社会影响 也不能有效的判定人性的善恶 故从生物构道的角度 去进行人性善恶判断 更为恰当 斯蒂芬平克在其社会心理学著作 人性中的善良天使中总结了 前一夜可以形成感受他人痛苦的共情路径 催产素 这可以支持非亲缘之间的同情和信任 将感知转化成真切的同情情绪 二者共同作用 使他人做出了帮助他人的利他行为 且暴力生物学家阿德里教授研究发现 在前额叶皮质的调节中 神经地质血清素 还对攻击行为和损人欲望有抑制作用 可见人的生理构造反映出 人天生拥有形上的本能和生理机制 而在实践中 华盛顿大学 学习与神经科学研究院研究发现 19个月以内的婴儿 已经有了分享甜美水果 给研究人员的行动 即使他们在自己饥饿和不会受到任何回报 哪怕微笑的情况下 会受到社会教化的婴儿们 顺应大脑后做出了利他行为 其次 信心人性本善并践行人性中的善 才是我们今天应有的态度 一个相信人性本善的人 不会天然的认为 别人的行为是利他或释放善意的 而始终带有审视 怀疑的态度防备他人 当今社会陷入危机继续解决 穷人富人 制服百姓 陌生人之间 甚至家庭内部成员之间 都出现了或不信任的情况 社会冷漠化严重 相信人性本恶只会加剧冷漠化社会发展 因此除此之外 哪怕社会教化有所影响 但在现实中 我们会发现 其实道德教规范等 实在的教化作用 并没有强大到可以驯化人的本性 制止恶的发生 所以当没有办法判定 人的行为动机 会避免自己受到他人伤害时 人会以一种利益衡量的视角 来和他人相处和看待世界 而在人人都如此的社会中 唯利是图是人们行事的第一准则 当恶的发生变成了一件 只需要缺衡利弊之后可行 就可以不顾及所造成的不了后果 去做的事情 如印度仿制药企业 希拉普这套公司 打着治疗艾滋病的旗号 为了牟利将淀粉安慰剂 伪装成药品卖往非洲 另一方面 社会上像张贵梅校长那样 信任自己利益 去帮助他能重高到的榜样 会消失 相信人性本善 在今天才能维持道德和善的精神 扫除社会之不良阴霾 因此相信人性本善 才是我们今天更应该有的态度 谢谢 感谢正方一辩 下面有请反方一辩 你好 请问声音有问题吗 声音没有问题 谢谢 好的 谢谢主席各位好 人性之初性之本 意味着一个人或是人类族群 在诞生初始的自然状态 是未经社会教化的生物本能 换言之 人家后天协责的善恶行为 都不是今天的重点 我们要讨论的是 人从哪里来的自然属性 而不是人向何处去的社会属性 那么何谓人性善恶 维护成全他人利益为善 损害他人和社会利己行为 则是恶 当然也存在着非善非恶的情况 而判断本性善恶 就要看自己和他人利益冲突的情境下 人的本性是否会倾向于 选择利己而损人的决策 从生物演化角度来看 利己是包括人在内 一切动物的生理本能 在人类整体演化进程 和个体生命历程中都有体现 自然选择中 狮子会为了争夺领土而相互厮杀 成年雄性黑猩猩会吃掉 其他剧落的幼年猩猩 类似的原始人对外极有敌友之分 屠杀闯入者外族人乃是常态 从这些案例中我们可以发现 在自然状态下 保证自我生存和基因延续 乃是一切行动的首要考量 同时人类个体生命历程 也呈现出利己的天性 换言之 善是需要教的 而恶是与生俱来的 例如我们需要教导小孩 如何谦让他人 如何懂礼貌 但是不用教导他们 如何争抢玩具 如何打架 可先对于这种自理本能 我们需要采取教育 引导意志调剂的措施 恰恰证明人类 正在与恶的本能做斗争 那么这些利己 本能背后的激励是什么 英国生物学家道金斯提出 所有进化而来的东西 都是自私的 包括人在内 假设有一群绵羊 进入其中 他把别人特意留下的草兜吃光 能来的时候不预警 而是第一个逃命 那么这只自私的羊 和其后代的存活率都会更高 久而久之 延续下来的 必定是自私的基因 而不是利他基因 其次 人类社会正是依托利己的逻辑 形成发展起来的 在自私自利的本能驱动下 必然产生利益冲突 并减损个体利益 此时若想继续维护个人利益 只能通过形成规则 道德和法律 与他人定立契约 换言之 合作并非产生于天然的善意 而是因为有利可图 这种彼此合作并维护规范的行为 被萨密鲍尔斯称为强护会 但其本质也是条件利他主义 我在做生意时 不缺金少养 不破坏规则 是希望别人也不要欺诈我 我帮助邻居修房子 是期待下次自家 需要帮忙的时候 他也能帮助我 就这样 人的利己本性 实际上成为社会契约的起点和纽带 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 实际上就是对人性之恶的训化史 那么为什么我们愿意相信人性本恶呢 因为恶与善 是一对相反也相生的概念 恶是善的底层标识 是善的反面教材 只有认识到何谓人性之恶 甚至认识到自己的恶 我们才知道什么是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才知道何谓善意和善行 并且透过后天的教育 改良人性之恶 培植人性之善 因为我们的契约 道德和法律 循环那些可能伤害彼此的本能 从而实现社会的整体向善 以上谢谢 感谢反方一变 接下来进入初始说服阶段的 质询一环节 有请反方四变对正方一变进行质询 质询双方共同计时 时间为三分钟 首先有请正方一变进行试音 正方一变进行麦克风测试 请问可以听清吗 声音没有问题 谢谢 有请反方四变进行试音 请问主席可以听见吗 声音没有问题 谢谢 声音没有问题 请开始 好 感谢主席 请问对方便有恐龙让梨是不是善呀 恐龙让梨 我方觉得是善呀 那恐龙如果这时候有一堆梨 他有一吨的梨 自己只能吃到一个 剩下的实在分布 实在吃不了了 这时候把这个散出去 他还算是同等程度的善吗 恐龙让梨这个行为 都是恐龙自觉自愿做出的去 帮助他获得利益和方便的行为 不明白今天与这个数量有什么关系呢 他都帮助他 发现没有 恐龙如果有一堆梨 自己吃不完才让给别人 这根本就不是一个道德层面上 我们说的善 只是因为他自己实在享受不了这些好处了 没有办法了 他就随便散与出去给人 这并不是和恐龙让梨同等程度的善 对方一直说 我们要在有选择的时候 在有选择的时候 是会利己还是利他 但这个并不是很有讨论意义的 因为我们自己人性中的利己本能 就是在一个史前的时候 资源不够 大家需要在争产资源的这么一个情况下做出的 那对方一直说 自己的利己并不等于恶 那我想问对方了 两个人可以通过协商产生一些利益上的调和 那如果有十个人一百个人 他们可以通 经过协商就把所有的利益调和吗 在宁方看来 恐龙如果要行恶 他是把那些吃不完的礼给拿去给糟蹋掉 而不是说我今天通过给分享给他的形式 去来消灭这些礼 那回到宁方刚刚说的合作共赢的例子 今天宁方也说了 合作共赢可能是为了我们社会更好的发展 为了我活的更好 那合作这件事情为什么可以体现它是一种善呢 你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啊 不好意思 您的问题是 就是一百个人可以把他们的利益很好的调和吗 如果今天这个社会 如果在社会的层面上影响 如果社会规则制定的足够恰当和公平 那我方觉得可能一百个人他经过协商等等 应该是可以达到一个利益之间的微妙平衡 我们讨论的是人性最初形成的阶段 这个阶段在非常原始的时候 人们通过因为资源的极其有限和人们社会发展水平的有限 人们没有办法通过一个协商的方式协调大家各自的资源 所以才会有资源有限而人员非常多的这样一个矛盾 所以才会有人们利己因此就会损伤别人这样的一个推导路径 那恐龙恐龙让离的这个情景 如果他有一蹲离这个情景是并不在我们今天讨论的范围之内的 因为人性在形成本性的时候 它并不是资源非常充足的这么样一个状态 再问您方了 如果今天有一个班集体 他们说我们班所有人都能达到都能达到优秀 这时候有一个人成绩不及格了 大家是不是会对他更严厉的进行批评 而不是对他更包容的 换言之我们的社会如果说人性都是恶的话 那是不是如果说人性都善的话 是不是会对恶人有更严重的谴责 从而不容易去体谅那些犯了罪的人呢 这个方面期待您方的后续论证 感谢双方辩论员 下面有请正方四辩对反方一辩进行质询 质询双方共同计时 时间为三分钟 首先有请正方四辩进行试音 麦克风测试 请问可以听见吗 声音没有问题 谢谢 有请反方一辩进行试音 麦克风测试 请问可以听到吗 声音没有问题 谢谢声音没有问题 请开始 好的谢谢主席各位好 都没有我们先从定义上来聊 我确认一下 您方定义里面告诉我说 只讨论这个人的自然属性 可是您方论二也跟我开了 对于社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这个观念所带来的影响 您方聊不了 我们认为我们讨论就是人性之本 后续它的行为性质是善事 又不是我们的讨论范围 所以后续人性之本这个概念 对于社会的影响 您方讨不讨论 我觉得可以讨论 并且这个概念可能是更加价值层面的问题 没有问题 谢谢 所以说我们不仅要讨论它自然属性 也要讨论这个观念 可能对我们的社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往下走 进几个例子问你的定义 你跟我说恐龙让离不去善 那我今天我有没有可能 不出于任何目的去帮助一个人 就比方说帮一个老奶奶 我把她扶起来了 有没有可能是不出于任何目的 但如果您方要从这个善行的行为 去推断一个人的本性 我认为这个不能完全论证 它的人性之本是什么样的 是这样的对吗 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 在属于善的行为里面 我们明明可以有具有更多的选择 可是这个时候我们只做了一个唯一的选择 这个才是今天我们讨论的善的意义 往下走问你饿的事情 你方告诉我说生存这个东西也可以算是饿 小羊吃草算是饿吗 我方说的是 其实我方跟你方是一样的 都认为是在涉及生存的 这个根本的条件的时候 他做出一个选择 给您个例子好了 不好意思打断一下 可是您方的论意告诉我说 原始人为了保证自我生存 可能会再产生一些行为 这些行为既然是和自我生存有关的 您方为什么可以用它来论证则 我方没有说是危及自我生存的时候 我方说的是 即使是一个陌生来到我的领地 他没有表现出任何的攻击行为 我也会只会以地有趣 不好意思打断一下 那可能是我听错了吧 那反正至少和生存有关的 我们就不聊咯 再聊聊原始人这个例子 既然已经形成了领地 那为什么这个事情里面没有社会意识 有没有可能是后天教话告诉我说 敌人很危险 所以说我要去反抗敌人 或者是去震慑敌人 或者你不形成领地也可以 就是一个单一的原始人 他是一个对的 所以宁方又退了 所以发现了吗 在宁方举的例子里面 宁方也忽视了社会教话 对其肯定下的影响 换言之 宁方的例子也不能去论证 人的生理本能 生理本能我们还是要从 人的大脑构造来看 稍我方阿便继续给您论证 往下走 我问您那个依托利己形成的社会好了 您能告诉我 这个社会是强护会 第一层我方该给您举了 这个社会实际上有很多 我们不出于任何目的 就可以做的事情 比方说给那个老奶奶过马路 第二层我问你 你方该举那个不及格的例子 今天是一个社会 我们愿意大家去结对子 帮助那个不及格人比较好 还是说只要他出现了 一点点学习的问题 我们就不相信他 让他只能够不及格比较好了 我们认为就是因为 大家觉得我们相互帮助 有利可图 所以大家更容易相互帮助 彼此帮忙把那个不及格的人 让他变得也更好 所以您方该四边 举的那个例子也无效了 我们要探讨的是 到底是由人性本善的概念出发 还是从人性本恶的概念出发 才能够更好的落实这个帮助 因为我们 因为我方看到的是 在这个社会里面 这些帮助越来越难以形成 而只有我们相信 人的这些人性本善 这个观念 可以对社会造成影响 能更好的帮助别人 感谢 感谢双方辩论员 至此 比赛初始说服阶段结束 现在有请评委 根据场上辩论员的表现 对该阶段独立投票 候选对本阶段 双方表现的接受程度 感谢双方辩论员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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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进入公辩阶段 公辩阶段分为四个环节 伯论环节 至群二环节 公辩小节环节 和评委发言环节 在伯论环节中 双方辩论员各有三分钟时间 对对方队伍的观点进行反驳 有请正方二边 感谢主席问候再上各位 对方便有提到了所谓的有自 提到了所谓有自私基因 可是今天我方数据有显示 根据生物学家约翰霍尔丹的基因研究中 人的基因有偏向利己基因 也有偏向自私 也有偏向他人 利于他人的一些基因 但是这种情况之下 我方不太明白 从基因层面如何比较 其次你方跟我说 利己行为有利于生存 可是利他的基因 也同样可以促进合作 帮助我们生存 所以从所谓的基因的繁衍的角度 我方也不太明白如何比较 所以我方第一个论点提出的是 从人体的生物构造来去判断 人的身体本能更趋使 我们向善还是向恶 根据我方数据调查显示 在人性中的善良天使这本书 有提及到摧残素 还有前额叶 这些这两个构造 可以帮助我们与他人 建立所谓的共情路径 换言之 当我们看到一个素不相识 受骨灵犀的人在乞讨时 我们会天然的对这种人 感到同情建立感情联系 在这种身体的构造驱使之下 我们会本能的帮助别人 同时我方也有数据显示 根据必新法尼亚大学的调查 还有人性悖论这本书 提及到的杏仁和还有血清素 它可以抑制帮助我们去抑制 向外的一些公经趋势 同样落实到行动当中 我方也有实验显示 华盛顿大学学习与神经科学研究 当中19个月以内的婴儿 他们会主动的分享水果 给研究人员 即使是饥饿 他们仍然会做出同样的选择 所以从以上的数据 以及激励 我们可以看到 人的天然的构造是向善的 而宁方没有相抗的数据 所以在这一点我放心哪下 其实宁方跟我提了很多 比如说社会当中的恶性的事件 比如说可能大家会为了领地等等 可是我方觉得这些恶 并不是人性所导致的 有没有可能是因为恶的演化 可能第一份恶是来自于 像比如说为了生存等等 一些一系列的生存因素 所导致比如说抢占领地 或者说发动战争 而在这样的一种社会形式 意识形成之后 以及后面的一些神经科学 研究显示 当一些暴流暴力倾向的人 他们的身体构造异于常人等等 这些第一份恶产生之后 我们后期的人会进行模仿 或者说是这样的一种社会环境的影响 会改导致我们会去行恶 所以我方觉得宁方的例子 不能够论证说人性本恶 那进入到所谓的 因然价值倡导好了 宁方告诉我说 所谓的善 只不过是为了所谓的利益 为了合作 就像宁方举的恐龙让利 有没有可能是因为恐龙让利 并不是因为他人性本善 而是因为离坏的 不好吃 或者说我本来就不需要 所以我才给你 下下就是因为这样的阴谋论 会导致我们社会形成一种 非常严重的一种信任危机 我方有一个例子可以显示 在四川省 有一次遇到山洪 有一位苏先生 他为了挽救路人 一边跑一边去 一边去不断就 深陷山洪中的人 甚至连鞋都跑丢了 可是网上的人去质疑他 有没有可能他只是一种作秀 或者他只是一种别有用心 在这样的一种人性本恶态度 导致的社会舆论影响之下 我方觉得这样的一种 社会信任丧失 是一种非常可怕的现象 感谢 感谢正方二边 下面有请反方二边 方测试 请问能够听得到吗 声音没有问题 谢谢 好的 翻眼睛即时 那么对方首先聊到 那个十九个婴儿的问题 对这个问题 我方有两层回应 第一层是 您方怎么确定 这个十九岁婴儿 就是完全未受教化的 我们都知道人类在学习语言的时候 首先受到是潜移默化的影响 那么我们可不可以也这样认为 在十九个月 这个十九个月的婴儿 已经潜移默化的受到了人类道德规则 社会规则影响 所以才会做出这样的选择呢 对这个就不能完全论证 它是一个本本源的原初的东西 第二层回应 请问就是这个十九九个月的婴儿 它具体的数据是多少 有多少人展示出了 有多少比例是展示出了愿意分享的 这样的一个态度 我再举个例子好了 就两三岁的孩子 可能家长会说来 你把你的玩具 或者你把你的水果分给你同伴一下 但大多数小孩的回答都是拒绝吧 这个能说明什么 在人类开始最初的阶段 人们都是立举的 是想向外无条件的索取爱的 所以这个也是一种占有恶的表现 然后对方还提到了 要和我们聊社会影响 我们说的社会属性 是指后天的社会教化 而不是不聊社会影响 然后明方认为 就相信人类本恶会导致一个 人人都很冷漠 互不信任的情况 但其实不是 我举个例子好了 就是现在有一场考试 有一个差生 他只考了60分 下一次 我觉得正确的 对这个差生的方式 和大多数人 对这个差生的方式都是 我知道他很差 所以下一次 他表现出了进步之后 我就会对他采取鼓励的态度 其实人性本恶也是这样的 就正是因为我们知道 人是不完美的 人是恶的 我们才可以在社会中 给予他更多的包容 更多的引导 如果我们一直完全坚信 人就是善的 当他表现出一种恶行的时候 明方怎么能够确定 我们不会对他的恶行 采取更严厉的惩罚呢 所以说承认人性本善 反而是一种促进 人与人之间的包容和理解 我和你之间互相包容 你有不完美 我也不完美 这样才能更好地相处下去的一个方法 然后最后您 您方还和我们聊到一个 社会互惠的问题 说利他也有利于精英的繁衍 但是我方要指出的是 利他的本质 其实是利己 比如说这个像这种 扶老奶奶的例子吧 我们先 先回到这个人 为什么最开始要扶老奶奶 这个事情 就假如有一天你老去 你可能也希望别人会扶你 所以说这个东西的本质 其实是我对这个团体的人员 施以帮助 是为了让他们未来 也对我施以帮助这个东西 然后您方可能会说了 那现在我们 比如说建议勇为 或者扶老奶奶过马路 这个就是不经思考的本能呀 但是我们要回到的是最初 就人性最初形成这样的行为 是为了什么 人性最初形成这样的行为 去帮助别人 其实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 是为了利己的 至于后天 为什么能够无意识地做出 或者说未经生成思考 就做出这样的行为 那就可以归功于后天的教化了 而后天的教化 和我们本的讨论是没有关系 感谢反方二变 下面进入咨询二环节 有请反方三变 对正方二变进行咨询 咨询双方共同计时 时间为三分钟 首先有请正方二变进行试音 喂 麦克风测试 请问可以听到吗 声音没有问题 谢谢 有请反方三变进行试音 可以听到吗 声音没有问题 谢谢 声音没有问题 请开始 今天您方举出了挺多个老奶奶过马路 这样的例子 那我们观察到社会中 也有很多各种杀人欲惑 这样的行为 您方举这样的个例 是想怎么样去完成 这二者之间的比较吗 我方没有举个例 我方有实验 还有机理认证明 人性中的本能构造 是这样子的 而没有举老奶奶过马路这个 OK 那您方没有这个例子 那您方今天 想怎么完成人性中恶和善的部分的比较呢 再次问你一下 第一个是从人体的身体构造来去论证 第二个是从对 就秉持何种态度对于社会影响 OK 那您可能没有太晚理解我的问题 好 您方今天所说的 有一个叫约翰的科学家 他论证出来了 人之中 人的本能之中有利他的倾向 那么也有利己的倾向 您方光举出了有利他的倾向 是没有办法完成这个二者之间的比较 第二 您方说催产素前额叶 有抑制攻击的倾向 请问这个攻击的倾向是从何而来呢 是从人的本身之中而来的吗 是人体的身体构造 我方可以跟您详细阐述它的一个机理 就是大脑 我不想听到这个 我不需要听到这个详细机理 我想问您 这个攻击的倾向是从何而来的 攻击的倾向也有可能是因为外界环境威胁 所以我为了自保 所以就可能会有一种 那您方也说了 其实这攻击的倾向也是我们先天之中所产生的 不过它在外在表现可能是受到了外界的威胁 对吧 您是这个意思对吧 对啊 就是人有自保的本能 然后外界环境刺激 所以当然会有可能为了自保 有一种攻击的倾向没有问题 OK OK 所以您方其实今天也认同了 我们是我们是要在一个 自己和外者之间发生了一个矛盾的一个两难的情况下 进行这个比较对吧 什么意思 没太明白 就是一定要两难选择 就是说是一个自然有资源有限的情况下 当我们的我们的利益和外人的利益发生冲突的情况下 我们做出了什么选择 这是我们今天的判断对吧 也不全是 我方觉得要摒弃 比如说生存危机 就比如说生存受到胁迫的时候 我方觉得这样的讨论是没有意义的 对我们也摒弃生存 当你为了生存没有别的选择情况下 这个讨论是不在我们讨论范围之内的 那么在其他情况下 是我们可以达成这个共识 就是我们是想 资源有限的情况下 我们做出如何选择 是我们今天的判准对吧 我方觉得如果是来聊现实倡导 我方觉得这样的在资源有限 我们我们在聊实然的情况下 您方是否设否认可这个判断吗 也可以吧 OK 那么分享苹果这个事情 如果你的资源是无限 当然我可以去分享这个苹果 但你如果只有一个苹果 你觉得这个两三岁的十九个月的小孩 他真的会把这个苹果让给其他人吗 会啊 就实验不也显示吗 有150多个婴儿 你方的实验说的是分享苹果 而不是把自己的苹果让给其他人 您方这个论据其实是不全面的 分享和让不太明白有什么区别 感谢 感谢双方辩论员 下面有请正方三辩对反方二辩进行质讯 质讯双方共同计时 时间为三分钟 首先有请正方三辩进行试音 麦克风测试可以听得到吗 声音没有问题 谢谢 有请反方二辩进行试音 麦克风测试请可以听得到吗 声音没有问题 谢谢 声音没有问题 请开始 好那说话就开始开始 谢谢主席 问候在两个位 杜妙你好 我们在刚才已经达成了生存有关不聊的共识是吧 是 那宁方第一个论点 保证生存本能之下的一些例子自然也就不攻自破 往下走啊 宁方跟我方达成要聊初始自然 及排除教化的所有例子对吧 先回应一下您上一个问题 我方的 您回应我这个问题就好 及排除教化的所有例子对吧 排除社会教化的例子是的 那孔荣让离的例子自然也不能算在这个理念 往下走进宁方第一个论点 宁方告诉我说 小孩子们所谓的在利益冲突的情况之下 会基于那种利己的本能 您方举了羊的例子 举了狮子的例子 有没有人的例子 人人文实验是非常少的 所以我们只能通过动物实验来进行 所以是没有 让我回答一下您上一个问题 上一个问题 您方接着回答 所以对方没有 没有在这个方面的这种实验 而我方经常有给证 在婴儿实验之中 哪怕是饥饿的婴儿 都会从在家里中的索取者 转化为这种共享者 请问这之中为什么不能够证明 今天在我们的最本出的婴儿阶段 已经能够有利他行为 请问这个婴儿是最本出的阶段吗 他不是对方没有 他已经19岁了 他已经受到了社会观念和教化的影响 没有19个月以内 不等于是刚刚好19个月 而且在婴儿的这种阶段 在家里受到的教化 只能是饥饿了 我就给你吃 是一个本能的索取者 但在外他们就会转化为一个给予者 所以在这里 您方没有相抗的论证 往下走啊 您方告诉我说一代的自私基因 会在自然选择之中留下来 那我们现在应该变成一个 很全然自私的人 您方的这套理论怎么解释 会有那些不加思索 付出生命去救人的行为 第一层回应就是社会教化 第二层回应就是人性的恶的基因 最终会导致大家定了一个 相对公平的契约 就是人人都想自私 最后导致的是人人都不自私 因为如果人都自私的话 就没有办法保证自己的利益了 所以最后会达到一个平衡 好 完全明白了 所以在社会教化 社会教化怎么样让我做到 放弃自己的生命去救其他人 论证一下 放弃自己的生命去救其他人 是通过社会后天教化可以做到的 可以给通过 你方回应的本身叫做后天教化 但是有多强 能不能够让我做到下意识 放弃自己生命的地步 没有论证 来到您方第二层告诉我说 社会与恶的碰撞今天达到了一个平衡 对吧 我方是说在人类社会形成之初的时候 我方理解 就是在人类社会形成之初的时候 恶与恶制定了规则 那这个规则 为什么可以要求人们是去做一个善事 而不是只说达到合作 比如说共同去跟铁嘛 然后我们都可以赚 合作等于善吗 对方没有 这个我想区分一下 就是他一个行为 他最后形成的原因 和他维系的原因是不一样的 他怎么维系 这不是我们需要讨论的 我们只需要知道 他在形成的时候 最初是有欲乐就可以了 所以在形成的时候 您方只能论着 那恶和恶的碰撞间 达到一个平衡 而平衡无法解释 超越平衡的大善 也无法解释 合作间不等于利他 谢谢 感谢双方辩论员 接下来进入公辨阶段的 公辨小节环节 有请反方三变 时间为三分钟 可以听到吗 声音没有问题 谢谢 OK好的 那在刚刚的这样一个 询问的过程中呢 我们其实和正方达成了一些共识 比如说 人的本能之中 是有抑制基因的 抑制攻击的成分 那同时它也有攻击的成分在 您方既然已经所说了 人的本能力既有利己也有利他 那我们如何完成这个比较呢 您方跟我们达成一个共识 说的是 我们在不涉及 完全的一种生存考验 也就是说我们 有其他的选择情况下 那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之间资源有限 我们发生了利益冲突的时候 我们究竟 从我们顺应本能 是如何选择的 这是我们今天的判准 那么 既然已经有了这个判准呢 无方还想回应一下 您这个分享苹果的这个问题 我们所说分享苹果 和你让给它苹果 是有什么样的区别 我们认为分享苹果 是你在资源 并非有限的情况下 您不太在意这个苹果了 你把它分享给其他人 那么如果是在一个资源 有限情况下 是什么样呢 是它只有一个苹果 它父母只给了它一个苹果 它想吃 但它仍然会把这个苹果 让给其他人 而我们认为 您方给的例子里面 并没有讲出这个道理 而我方认为 你一个19个月的婴儿 真的会把到手的苹果 让给其他人吗 看看您周边的小孩 看看我们周边的小孩 我们就知道这个答案了 那么再次讲一下 您方关于这个社会教化的问题 您方的三面 其实是一个很奇怪的问题 您方说 社会教化真的可以 让一个人 为了救其他人 而牺牲自己吗 那您方 是不是可以解释一下 如果人性是善的 那么后天的战染 真的可以让一个人性本善的人 去杀人越货 去做出如此 不好的勾当吗 这两个是相同的 他们之前并没有 没有办法完成您方的论证 那么OK 在我们已经确认了 这个判准情况下 我想再重申一下 我方是如何完成 这个论证的 首先 我们认为 人性本恶 但现有的社会秩序中 人性的善事从何而来 是从我们的理性而来 我们的本性是希望能够 追求一个 无止境的利己的 但是我们的理性知道 如果我们无止境的 追求一个 短视的利己的话 我们是没有办法 得到一个长期的 真正的 大家都好的结果的 所以我们 我们达成了社会秩序 我们构建了这样一个 社会契约 在这个社会契约之中 我们是可以得到 自己社会利益的 自己利益的最大化的 这是我方的论点 那社会 那如果按照您方的逻辑 为什么 如果您方认为 在发生 矛盾冲突的时候 人们倾断于选择 利益他的那一方的话 为什么社会秩序 仍然会成立 为什么我们要设立法律 去警惕 很多很多这样的行为 那不是因为 在社会中 其实大家认为 当发生利益冲突的时候 当你比如说 有一个陌生男子 进入你的房间的时候 你不能全然吸引他 他是会做出这种 违法犯罪的几宗 这是 这是我们认为 为什么社会秩序之所以 会构建成现在这样的 一个几个行为 同样 我们所认为 人性本恶 和我们要去如何做 是没有关系的 我们是要认清楚 我们自己到底是什么 从而我们认为恶是可视的 我们才可以去克制它 才可以构建一个 更好的社会 OK 感谢反方三变 下面有请正方三变 时间为三分钟 好 谢谢主席 问候再两个位 其实关于您方所说的 在不涉及生存利益的前提之下 有了其他利益 我们来做一个损人利己 还是 帮助立发行为的比较 我方这里已经有给您方 非常多的一个例子 不管是实案 不管是信实层面的苏先生 还是说在没有受到太多教化 影响微乎其微的婴儿的例子里面 只有一串葡萄 但是在研究人员 表现出饥饿的情况之下 他们还是会把一串葡萄让给他 而且即使是在婴儿也饥饿的情况之下 还是会有34%到45%的婴儿 也会去做出这样的一个行为举止 所以我方在实案子面上的例子 比起您方去聊羊 去聊鸡 去聊狮 我方很明显是更回归于聚焦于人 这个上面的 往下走 您方先告诉我 我很高兴跟您方一起来聊到 怎么去解释这个恶的产生 和怎么去解释善的产生这个问题 相信您方持一个人性本恶的立场 但是对于善的产生就一层 叫做社会教化 今天让我们产生了善 可是如果社会教化 真的有那么强力的话 就不会有您方所说的那些杀人越后 我们相信 是一个全然善良的世界台队 就算我方今天也并没有打算说 论证人性本善 会等于人从生到死 一直都是善良的 而我方今天所持的打算去论述的 恶的产生 并不是说仅仅在于社会教化 我方可以给您方举非常多 在原始社会人类 他们做出了一些在您方看来 十恶不赦的例子 他们可能会吃掉人的遗体 为了补充蛋白质 然后可能会把敌人的胆汁给喝掉 为了威慑敌人 一系列的残酷的行为 都在原始社会之中 出于各种社会的外部因素干涉而出现了 第一份恶的产生痛 第一份恶的产生它有非常多的理由 但绝对不会是一位人性本恶 所以在食安层面举证这里 关于解释善良和恶的产生 明方除了社会教化之外 也没有更多的食安论证了 那往下走 到明方最后那一层合作 今天因为恶和恶的碰撞 所以我们今天会制造规则 我们会合作 我们会建立国家 可是你跟我保持一定距离 我不惹你 你不惹我不就好了吗 可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还会有助人为乐 我们还会有提倡大家要扶老奶奶过马路 是因为我们希望老奶奶 等到我过不到马路的时候 她来帮助我吗 对啊没有很荒谬 明方今天一直在阴谋论 这个社会上的绝大部分人 我们只问你两个问题 大家在图啥 然后为什么要图这些 这两个问题 明方在明方例子里面能够解释清楚吗 明方告诉我说 我去帮邻居修房子 因为我希望我房子破的时候也去修 可是更多的是不求回报的好人好事 在路人说到我也在路人没有办法去坐公邀车的时候 给他两块钱说不用还了 然后在孩子掉下水的时候 立刻思索就去救他 然后也没有期望在以后我掉下水的时候 孩子还回来救我吧 所以在实战层面之上 明方只达到合作 而合作也有可能是恶的更加延伸 并不等于善 最后一层 我明方今天告诉我 要诉诸我们要相信恶 但是相信善 并不等于避耳塞听 看不到人性的恶 恰恰是相信善 我们才能够依靠制度和良心共同的力量 把这个社会变得更好 谢谢 感谢正方三变 接下来进入公变阶段的评委发言环节 有请评委根据厂商的情况 依次梳理内容并提出疑问 每位评委发言时间为三分钟 首先有请张国恒老师 好的 来声音和图像清晰吗 可以 可以 谢谢 谢谢 今天这个题目 人性本善 人性本恶 既是一个千古谜题 又是咱们诗诚舍战的经典论题 所以看到这个题 作为评委 我内心都保持着非常敬畏的态度 为了下半场 两个队伍能有更好的发挥 我对正方有问题 第一 人性本善的本 我们是讨论的重点 不是人性友善 那比如说我们一直强调 有前额业 有催产素 产生了共情 抑制了暴力 那我问 在共情之前 那个不共情呢 不就是冷漠吗 那你抑制暴力之前 不就是有暴力吗 因此本怎样算 而且我们一直谈 外部资源的影响 原始社会的残酷 我再问一个 没有外部环境的特例 比如说双胞胎 在母体内 有没有资源的争抢 甚至会产生一个吞食 另一个的现象 如果没有完全吞食 那你的双胞胎 姐妹兄弟 可能会变成自己的一部分 那针对反方 我想提问 人性本恶 这个人既可以纵向的看 从古至今 又可以从个体和整体来看 因此你们一直强调 允许社会 但我问 那个时候的资源分配 和当今的分配一样吗 当时资源的分配 会不会就导致 你和我 人性的本会产生差异呢 包括你们论证的途径 一直在强调 过去资源是有限的 所以原始人生活是痛苦的 但我想问一下 当第一个原始人 独立只行走 他进化成功的时候 针对这个过程中 那资源是有限的 还是充裕的 好的 在下半场期待两个队伍 有更加精彩的表现 谢谢 感谢张国恒老师的精彩点评 接下来有请陈林热老师 好 主席我的声音清楚吗 可以 谢谢 好的 我对正方的问题是这样 我的正方问题是两个 第一个问题就是 因为正方的主要的 第一个论点讲的是 从生物层面而言 我其实有听到反方讲出 从这个生物的基礼层面 其实人也会有一些攻击的 这种生物的机制 那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是损人的部分和 这种利他的部分 共情的部分都存在的话 那么这个生物机制是怎么成立的 我觉得是需要进一步论述 第二个问题是 正方对于在人性本善的情况之下 怎么产生恶这个问题的回应 是这样的 就是说会有很多复杂的 外部因素的干涉 那我的问题就是说 后面是希望正方能够把 这个复杂的外部因素 能够讲得更清楚一些 我觉得现在的讲法还是太太过粗糙 这对于正方的问题 对于反方的问题是这样的 第一个问题是 反方现在其实在大多数的论述当中 会直接把利己等同又恶 但是这个我是存疑的 因为正方这边开出来了 这个标准是说 所谓的恶是应该损人利己 那如果只是讲利己的话 能不能直接等同又恶 这会涉及到很多例子的解释 第二个问题是 在损人这个层面 我可以理解到 反方想 这个讨论一个主要的语境 就是说这个利益冲突的情况之下 那其实我这里会有一个问题 是为什么只讨论利益冲突 比如说在资源充裕的情况之下 那么无限的欲望的扩张 我们两个其实本来可以 各自活得不错 都没有生存担忧 但是其中的一方 如果他想要无限的 去侵占另外一方的资源 尽可能让自己的资源最大化 这个是不是会是一个恶的情况 如果这个也是一个恶的情况的话 那其实资源充裕 就不太应该完全的 从讨论的范围当中去 去剥离出去 那关于这一部分 反方的看法是什么 我会在后面再注意去听 好吗 是我对于双方的问题 谢谢 感谢陈凌瑞老师的精彩点评 接下来有请谢宇老师 好 主席你好 可以听到我声音吗 可以听到 谢谢 感谢 那我来说一下 首先我要讲 我对下半场 就是接下来两个环节比赛中 倒没有什么特别的期待 就是大家讲什么都行 因为这道题 它本身是一道很难的题目 所以我觉得大家 只要言之有理 讲什么倒都可以 我个人没有特别明显的形象 他作用的区别等等 这些内容我都有接收到 可是我想说 双方的这个内容 只能论证到有我 不能论证到无他 什么意思呢 你只能论证到 就是人有在本里面 可能有善有或者有恶 但是你没有办法排除对面 因为如果你讲生理的话 感觉它是一个很复杂的情况 就是你这里面 有没有一些所谓的 能导致到大家定义的 这个善的这个构造啊 或者什么的 有 但是有没有一些 能够导致到大家 在自己体系里定义的 恶的这种基因呢 它也有 这个事情各自 就大家各自举的论据 不能排除掉对方 你只能讲出到 这里面有我有他 所以我现在对生理这个层面的接收 目前为止的感觉是 原来从生理的角度来看 人性本里面有善有恶 是一个非常非常复杂的情况 所以大家如果 如果在接下来的比赛中 还是要把生理层面 作为自己立足 比较重要的部分的话 那我希望大家能做到两件事 第一就是 是否可以 再把你讲那个生理上的 实验也好啊 那个原理也好啊 这个基因它怎么怎么回事啊 那些再好好地讲清楚一些 然后补充一些 你觉得必要的相关的这个信息进来 而且希望大家能够明确的区分 实验或者这个学术结论 和大家自己 就是在里面夹带的话 能把这两个明确的区分出来 让我知道说 到底那个东西原来是什么样子的 那另外一个建议就是 如果大家接着讲实验的这些部分的话 希望大家能够 明确地解决这个问题 就是你是如何排除掉对方的那个部分 就是你是用什么方法 当然你可以用 研究结论 你可以用逻辑 你可以用情景演技 都可以 但是你势图能排除对方 当然如果大家下半场的选择是 我们不讲生理 我觉得我已经讲够了 那我想讲别的部分 当然也非常的欢迎 这都没有关系 看大家的选择 那期待大家在下半场精彩的表现 感谢谢宇老师的精彩点评 至此 比赛 公辩阶段全部结束 现在有请评委 根据场上辩论 辩论员的表现 对该阶段独立打分 感谢宇老师 感谢宇老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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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宇老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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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接下来进入终极说服阶段的自由辩论环节 一方发言停止时即为另一方发言开始 双方辩论员各有四分钟 有请正方辩手进行试音 麦克风测试可以听见吗 可以听见 谢谢 麦克风测试可以听得见吗 可以听见 谢谢 喂麦克风测试请问可以听到吗 可以听到 谢谢 正方一辩麦克风测试请问主席可以听清吗 可以听到 谢谢 有请反方辩手进行试音 反方一辩请问可以听清吗 可以听清 谢谢 反方二辩请问可以听清吗 可以听清 谢谢 反方三辩请问可以听清吗 可以听清 谢谢 反方四辩请问可以听清吗 可以听清 谢谢 双方声音没有问题 有请正方先发言 OK 首先想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没事 谢谢主席 我们还是跟着前面来聊 今天我们不从基因 不从单细胞这个人的祖先去聊 我们聊人的这个主体 我方要提出的就是人的主体它大脑自然是更为复杂的 因此即使基因里面有善有恶 可是在大脑构造里面 我方举出来斯利芬平克的前额叶的催产素 他们可以帮助人们再善恶都存在的时候 更加倾向的去选择利他 您方有没有这个大脑控制之下的比较论证 您方只是说这个前额叶中存在这种利他的基因素 但您方并没有说它更多 而同时您方关于分享苹果这个例子 其实我们也找到了您方的资料 关于华盛顿研究 黄盛顿大学的这个研究 它其实的结果是37%的牌子会把水果拿给研究人员 而不是像您方前面所说的所有人都会拿给 您方是要怎么用这个37%来论完成您方的比较 对 因为37%是在饥饿的情况之下 而在然后有58%的幼儿是选择递给实验室 我方再来质问一下您方有没有相抗数据 我方无论是从利他的一个共情基因 又或是抑制攻击路径 而抑制攻击路径所谓的攻击路径 是要在外界有刺激之下 我们才会有所谓产生攻击路径 您方有没有相抗的数据 可是您方前面明明明认可了 我们应该是在我们和他们之间有利益充足的情况下 才会进行这个比较 那如果我不饿他饿我把这个苹果给他 我其实不需要这个苹果 您方怎么能在这种 大家利益完全没有交互的情况进行这种比较呢 所以说今天如果我有100块钱 我一定要100块钱全部给出才能叫做善 我给1块钱或者说给10块钱都不叫做善是吗 不是 是在我们不需要这个苹果的情况下 我把这个苹果给研究员 他并不能说明您方的这个东西 反而是如果在饿的情况下我需要这个苹果他也需要这个苹果的情况下 只有37%的人给出了这个苹果 那么只有3%人没给 这不是论证了我方的观点吗 可以没有利益冲突的情况下 人们倾向于做出利他行为 而有利益冲突的情况下 人们也会做出利他行为 当我这样按照明方的立场 他们应该把苹果拿去卖前身钱 才去更符合利益利己的或这种行为吗 也没有到损人利己 你方没有论证到 我接着往下去追问 在构造那个层面 我们最后要做出选择行为 然后今天我方所提的善的构造这里 而且同时还有能够抑制恶的攻击性 这一个层面 攻击性也并不一定能导致到恶这里 所以有善有恶 善还能抑制恶 最后倾向于做出利他行为 善战主导 问题在 给您方一个简单的初衷知识好吧 就是激素调节是我们人体的次要调节 大脑调节才是我们人体的主要调节 我方已经给您论证了 按照达尔文的眼睛进化理论 大家是按照自私的基因的逻辑才进行进化的 大脑也是按照这个方向去发展的 您方为何用一个次要的激素调节 就可以觉得比我方的主要的大脑调节和基因调节 要更加强一筹呢 您方也没有没有达成这层论证 往下问您方好了 我们知道0809年的时候 特别剩下一种游戏叫偷菜 那偷菜是不是可以反映人们在 没有社会规则的这层约束下 潜意识里表达了想要对外掠夺扩张的欲望呢 那联系到现实 是不是殖民也可以反映出人们这种 潜意识的对外扩张的欲望呢 首先我方没有只聊激素 我方今天跟你聊三个东西 一个是大脑构造里面的邪恶业和信任核 都能对这个东西有意志 而且还能够直接和善建立他行为 建立直接联系 其次才是血情素 所以有构造有激素 我方明显比您方震得更好 往下偷測 你本身一个偷測 不就已经在给人们 施加社会的清理的那种诱导了吗 然后最后我问您方一个问题 您方今天告诉我要相信人性本恶 所以我们才能够去 我们才不会对人们 施以那么高的一个宽容 但是为什么今天相信人性本恶 不会导致我们对人性更加冷漠 施以更多的阴谋论和怀疑论 首先我方所说的是 相信人性本恶之后 我们才会对我们本来用的这个暴雨 比更多的宽容 而不是您方所说的会有更少的宽容 当我们理解了我们的 我们想要更好地去处事 去更好的 进化我们才能更好去完成 我们自己的这个人生 那么同时讲 为什么我们我方的论证 到底完成在哪里 是我们通过历史的 更多的一个情景 归纳出一个普遍的规律 比如说历史上发生的是什么 是您方所说的 我们会天然的利他吗 是我们在发现一个新大陆的时候 确实是所有的人都会去掠夺 我们就有这个机会 就会去完成这个殖民的行为 您方如何去回应这种历史 更宏观的事件呢 刚才的宽容 您方也没有论证 我方和您比好了 您方的那个社会 是建构在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那我问一下好了 比方说张贵梅校长的例子 明明他要为了自己的最大化 可是他在多重疾病产生的情况之下 浑身填满膏药 他用自己的心血和生活经费 去建立华评女高 如果说您方的那个社会 是由自己的利益达到平衡 或者说最大化就好 那么怎么看待这种 付出了自己更多利益 去帮助别人的人呢 我方也说这种情况 是在社会形成之初的时候 因为我们要论证的是人性本恶 而不是后续如何维系 如何发展 然后回到之前的例子好了 您方一直说 就这个善恶怎么比较的问题 现在就是您方和我方 都能对人性本善 人性本恶提出一些数据 但重点就是看 在这两个数据发生冲突的时候 善恶发生冲突的时候 是会选择善还是选择恶 举个例子给您方好了 就比如说我在外面 修了一条小狗 我看流浪我很可怜 我就把他抱回家了 但是假如说 我的父母对他产生了 过度的关怀情绪 就更加关注这条小狗了 我可能会产生这种 极度的心理情绪 这是不是在善恶恶的冲突之间 选择了恶呢 不明白 我方的例子都是 我怎么样 可是您方没有给出 食安上面的任何补证 往下走 您方今天告诉我在现在 张贵美校长是教化的结果 可是在社会诞生之初 也会有一些圣人 被记在一些青铜鸣鼎上面 然后表达出 他们教化人类的那些功绩 怎么解释 他们教化人性的功绩 恰恰是证明了 我方的一个论点 就是人性本恶 也是可以向善的 而人性本恶 也是可以被善和包容的 就是这些 他们为什么伟大 就是因为他们接受中 接受了人性中的恶 然后对这些人性中的恶 施以教化 这才是他们伟大得以称奉的原因 然后您方要我跟您聊食安 就跟您聊食安好了 还是殖民这个例子 殖民这个例子 他甚至没有利益上的冲突 就明明那些欧美的发达国家 可以选择和当地土著交易 为什么他们选择了 更加掠夺性 更加强的 更加残忍的 要去殖民 要去屠杀 要去奴役 要去控制 对方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呢 他们当时已经受到了 欧美的那种各种的 偏向性恶论的学说 那些影响 我方不明白 怎么样可以算到 你方排除了社会教化 在殖民的这个例子里面 往前走 我方所说的那个 映然上面的那个例子里面 我请问一下 在您方的框架里面 道德和善的产生 仅仅是为了社会更好的稳定 也就是说是为了社会的利益 对吧 我方的理论来源 就是一个进化论的一个视角 如果我们所有的生物形状 都通过遗传来保留下来的 假设我们所有人 都是利他的形状占主导 那么如何一个利他的个体 如何对抗一个利己 占主导的人 假设他是一个变异的个体 他就入侵这样一个利他的群体 他怎么样把这个形状流传下来呢 是不是只有自私的基因 才被流传下来呢 自私的基因在前面已经 自私的基因在前面已经截掉了 我方现在跟您方近的是 依然的战场 您方是不是在人性本恶的 这种依然倡导之下 会认为道德和善 只是为了利益而产生吗 他怎么产生不重要 我们去建前他才重要 您方又逃 又认为怎么产生不重要 那当道德和善 只剩下利益的时候 那么今天我们追求 包括不管是我方 在移民稿里面举的商家的良心的那些例子 还是我方在举了人和人 底层人民之间的交互的例子 怎么解决社会的信任危机问题 我方一开始 道德是由于恶产生的 但是后续的维系 后续人们接受道德教化 这些叉叉证明了 人性的恶是可以被改良的 是可以被包容 是可以被发展的 我方今天不是说恶就是恶了 我方看老德其实也是一恶扬善 我方在拆的是您方的社会构造 如果说这个社会由自我利益最大化 构造而成那么你方怎么去改变 这个人性之本这个利益最大化 去改变那些以别人利益为优先的人 所以我方可以发现 在您方的倡导之下 最后人们都只会以毅力意义为衡量 张宇美只会被人家看作为 是脑子想不开的傻瓜 那些指引着我们人类前进的光辉人物们 消失无踪 而对于更剥削的那些势力 则会层出不穷 社会只会走向更坏 谢谢 该环节时间没有限制 双方都可以继续发言 不是结束了吗 刚刚评委说就是这个时间 时间不设限 然后双方可以继续发言 那我们怎么结束呢 就是评委说觉得可以结束的时候再结束吗 那要不然就是刚才最方便有可不可以再说一下最后一句话 然后我们在街上这样可以吗 可以可以 你们你们自己 好那我方最后开的是因然这个战场 还是想请你一方解释一下 在只剩下利弊衡量的社会里面 张贵梅只会被认为是傻瓜 你方打的怎么避免 不是这样的 我们是说人人的本性是追求主力 是会在这种情况下 倾向于选择利己的那一方的 那我们社会教化可以让我们去 契乐养善去完成一个更好的社会的构建 我们仍然是崇尚的 不是自由变不现实 是评委点评的时候不现实 不好意思 我刚刚跟主持人 沟通的时候没有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感谢双方辩论员的精彩交锋 至此比赛环节已全部结束 现在有请评委根据场上辩论员的表现 对终极说服阶段 独立打分 不好意思好像还有个节变是吗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再次感谢双方辩论员 最终进入终极说服阶段的总结陈词环节 首先有请反方四边发言 时间为三分三十秒 好好感谢主席可以听到吗 可以听到谢谢 好翻演及及时 对方一直在强调实然层面 他们的生理结构有多么多么高的数据 虽然说这个只能达成一个有你而无我的 简单的这样一个肤浅的论证 但我还是简单给你回应一下好了 首先您方刚才说的那个实验上的数据 根本就不成立 他说百分之三十七的儿童会把水果拿给 拿给实验人员 那不恰好证明了剩下那百分之六十三是绝大多数吗 那百分之六十三比百分之三十七多 所以在您方的例子里我方也论成 再往下跟您讲好了 初中的生物知识告诉我们 激素条件是次要条件 大脑条件才是主要条件 而大脑是根据我们在我们眼睛过程中 生理的自私基因的驱动下进化而成的 也就是说在大多数情况下 虽然激素会产生 但我们还是依靠大脑 给您举个简单例子好了 催产素可以提高人的情欲 但你的催产素一提高 你就要没法忍住的去进行一些性行为了吗 恐怕不是吧 所以大多数情况下 我们还是听基因听大脑的 在您方的论证就好像说 一棵树长到了一百米 它都是向上涨的 只有一棵枝鸭是向下涨的 那么这棵树就是向下涨了 我方认为这是一个 以小判断大的错误的管中亏报的行为 然后下一个方向跟你讲好了 您方一直在说 在资源充足的情况下 我们在考虑资源充足的情况下 是选择一个利益 它还是损它的一个行为 但是我们会发现在人生产生之初的时候 那个时候资源是极其有限的 这个时候人们的利益 没有办法达成一个天然的调和 就算每个人心中有一个自己想好的方案 他们的方案也是不一样的 这个时候他们因为没有办法调和 所以只能想的是先保全自己的利益 因此就会不同程度的损害别人的利益 就算是资源占充足的时候 我方也跟你讲了 在殖民时期 那些列强 他们明明已经拥有充河 丰沛的资源 他们还是会去想要去征服别的土地 去侵害别人的利益 您方如何解释这一点呢 如果说资源充足的时候 人们就会选择利他的情况下 那列强应该主动的把自己那些财富分给他们好了 还有您方也没有解释我们的偷菜的例子 偷菜例子也是一样的 你并不在网络世界里根本就没有饥饿的侵扰 那你为什么还要去偷菜呢 对方说偷自引诱了人 偷自如何引诱人呢 正是因为人性里有这种本能的恶 他有一种掠夺性 所以才会对偷自如此的敏感 当你说一个人偷菜的时候 一个人并不会说我自豪我偷菜 而用这种偷这个字 已经把这个行为进行了一个负面的定义 人们还是忍不住的去偷菜 正是说明人们的潜意识里 有不可抑制的一种人性之恶的冲动 最后跟您讲好了 应然层面 我方为何觉得人性本恶是更值得倡导的 只有在人性本恶的时候 我们对人性才没有那种过高的虚妄的 带有绿镜色彩的期待 这个时候我们才能正视人性 才能从一些社会结构上监督 去如何监督这个人性本恶 然后最后我方一直强调的是 在人性本恶和本 在人性善和恶产生冲动的时候 恶往往会占上风 这个时候 所以我们才能推导出人性本恶 并不是说一点善都没有 一点全部都是恶 我方只是说在善和恶起冲突的时候 恶是占主导的 最后我想说就是 为什么人性本善是我们都期望的 但人性本恶才是事情的知识 我们人类只有在和自己的本性 进行斗争的过程中 才产生了如此自尊自爱的一个群体 因此我们闪光了点 正是因为我们认识到自己恶 但是不断的和恶去斗争 而并不是像您方似的 天真的相信自己是善的 然后就这样相信下去了 谢谢 感谢反方四变 下面有请正方四变 时间为三分三十秒 麦克风测试 请问可以听见吗 声音没有问题 谢谢 好的 谢谢主席 各位好 第一件事情 我先来解释一下 从人的生物机制上面 我们要怎么聊 从基因上来看的话 善的基因也有 恶的基因也有 所以说我方今天觉得比较不出来 那对我没有今天举了善的基因 恶的基因 我方也举了善的基因 如果从人的进化角度来看的话 单细胞的生物 我们没有必要聊 因为那个地方实在不具有人的特性 当人这样的一个种族形成的时候 我们要关注的就是他那个复杂的大脑 所以我方在大脑构造之上 我方给您举证了性人和和前额叶 它的意思是什么呢 当出现一个情景 你看到一个攻击的人 去攻击另外一个人的时候 你会天生的对那个被攻击的人产生同情 并且对这种攻击的行为产生厌恶 而这就是我方举的 人当他的大脑形成的时候 他的攻击行为被他的利他行为所抑制住了 这一层抑制是我方脑构造的意思 当这个抑制落实到行动上的时候 那个水果粒子 才会有超过60%的儿童 愿意去帮助那些实验人员 而即使是在他们的生存利益受到影响 依然有40%的人 我们能不能认为这40%的人 恰恰是超越了他心里面那个善恶的斗争 去选择善的人 而没有去选择恶的人 所以说宁方今天给我们构造一个比较 就是说只有存在利益冲突的时候 才能去比较善恶 我方觉得实在太不公平了 所以说任何一个慈善家 在宁方看来都不是善 因为他们的前后很多很多 他们捐出来只是一点点 所以即使是平凡如我 我愿意拿10块钱去帮助路边 一个在卖畅的老人 宁方也觉得不是善 因为10块钱并不会对我的生活造成什么影响 我方觉得不能够这样比啊 所以说今天我们真正要比是什么 是看到善恶这个行为 它对于我们的生物 对于我们的社会进行了什么样的影响 那往下走聊到社会的问题了 你们跟我讲原始的社会有恶 低层我们来比社会的构造 你们告诉我的那个社会啊 是自我的利益最大化构成的 可是我方的疑问来了 自我的利益 为什么能够促使我们去愿意帮助弱者 甚至是用自己的利益去牺牲去帮助弱者呢 我方给您举了张冠美的例子 如果说这个人 他是自我利益最大化 作为他本的这个天条的话 你方怎么样用教化去说服他 我方觉得实在说服不了 而你方也没有给我进一步的论证 那我方就姑且认为 这些人他们恰恰是顶持人性本善 还有可能去打破这个 你方所说所塑立的社会的规则 往下走 你方跟我聊教化 可是对方没有 教化有没有一个主体存在 就比方说那个殖民地的例子 他们是不是恰恰受到了新恶论 那个黑暗的中世纪的影响 所以说他们才会把别人当做 把印第安人不当成人 所以说我们今天要思考到底是什么 你方给我举说最后一个语境 叫做不完美 可是对方没有 当今天我们面对社会的问题 当我们看到弱者的时候 我们想的从来都不是 啊这个人好完美 我们应该去帮助他 我们应该去不帮助他 对方没有是这样的 这个社会上已经有很多很多事情 让我们相信人性和人并不完美了 今天我不明白 你们方应要给人性本恶 去安插一个不完美的意义到底在哪里 这个人性本恶对我们的社会规则 进行了什么样一个倾讶 是在于我们不再相信任何规则 或者利益之上的那个正义和道德了 当我们的那个时代是黑暗的时候 我们没有任何的动力去打破它 因为那个规则在那里 那个规则是我们形成的 而只有我们当我们本持着 我们秉持人性善的时候 我们才有可能去探讨一下 在规则之上 在利益之上更多的东西 所以回到这个变体 老国变上说 黑也给了我黑色眼睛 但我用它去寻找光明 今天我方就要提出的是 我们的这个寻找主体是我 请大家去发现自己内心深处的那个我 本可能并不是一个强壮的力量 但是恰是因为人性的本善在我们的心中 我们才有更多的力量和动力 去寻找这个社会 应该和正义和道德契合的地方 而这个契合就是我方所说的人性本善的意义 感谢 感谢正方思辨 感谢双方辩论员的精彩交锋 至此 比赛环节已全部结束 现在有请评委根据场上辩论员的表现 对终极说服阶段独立打分 不信心 对终极说服阶段独立打分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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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头看一下这个题 我来讲一讲三阶段 我要投票的几个理由 第一阶段立论 我投出的是平跳 正方深圳大学两点 第一个从了人脑 前额叶性人体 去展述结构 第二个论点是从价值的倡导 那两个环节 我论质询和小杰的部分 双方在推进的战场过程中 就有了一些新的闪光点 此轮我的票投给了清华大学 尤其是清华大学的三变 在质询中给了我较深的印象 比如说包括后期评委 谢宇评委也提到了 恰是我们三变问的个问题 人性本善不是人性友善 因此有善有恶 那善和恶是怎样进行对比的 我觉得这个点 他的质询抓的是比较好的 所以整个环节的部分 那我投给了他方 那第三大环节 这个辩论者是瞬息万变的 胜负就在交互之间 在终极说服环节时 实话是说 本场比赛的差异度不大 就是我们的胜负不是那么的明显 各个环节的相对来讲也比较胶着 比如说自由辩论 自由辩论期间 我依然还是认为清华大学比较好 因为他整体配合有度 同时怎么样的 他在问题的环环相扣下面 紧密度较高 那正方深圳大学就是三四变比较突出 一二变的还是要坚持团体作战的这个方针 不能够在这个环节哑然 但在最后的大洁编成词 反方四变这个小妹妹颜值很高 语言也很犀利 对不对 但是我觉得就是过于紧张了 在谈的收口的部分 停顿语言的重复过多 而且更多是在反驳上着力 而在深论和价值的推广 我的高度我觉得相对来讲 比正方的四变就差了一些 正方四变男生收口 那么我们的博力推三个环节 重规重矩 因此综合来看 在最后一个环节 我又把票投给了深圳大学 而且我特别想跟清华大学强调一点 就是我内心有一个很大的分别 争执点 就以你们孔荣让离的例子为例 比如我想吃这个离子让出去 那是善 OK 那我不想吃这个离子 但离子是我的 我让出去 它是不是善呢 我觉得只能说大善或小善 但它依然还是本善 同样的道理 经济危机的时候 想想资本家生产了那么多的牛奶 我们讲政治经济学 它并没有施舍出去 它宁可把它弃之于沟渠 这明显就是恶 如果能够给平民给百姓去分发 那依然是不是也是善呢 所以我觉得不取决于它是否需权 而产权属性归它 它能够利它的去奉献 这就是一种善的体现 当然还是那句话 辩论辩的不是一个绝对的真理 只是给人生更多的体系 不管我们相信人性本身 是有善的那个终极光芒 我们去追求 还是我们相信人性本恶 我们需要抑制内心的原队 我们也应该做到更好的自我 好的 谢谢两个绝对 谢谢大家 感谢张国恒老师的精彩点评 接下来有请陈明热老师 好 大家好 我刚才听光芒老师讲 这场比赛已经不影响出现之后 我就翻了一下前两场比赛的赛果 我发现咱们这个组 前两场比赛都是5比4 然后这个比赛 刚才我看到评委投票之后 如果没算错的话 这场比赛应该也是一个5比4 就感觉我们这个组 可能出不出现 都是在这个豪力之间 我谈一谈 想比赛我的感受啊 我觉得这个题目 就像前面向主说的一样 就这个题目太难了 所以会导致大家的比较标准 其实在我看来 并不是特别清晰 首先是先讲这个生物层面的 这个这个比较 我我我坦率的讲到最后 在我的心里是没有 非常明确的比较的 就是我我我我只能get 就是双方在基因和生理层面 讲了很多不同的机制 当然正方的逻辑 我听的是比较清楚的 因为正方想说基因层面不可比 我们只能比这个大脑当中的一些 这个这个这个机制 但反方在这边进行了一些 可能在他们看来 比较理所应当的 这个科学的阐释 比如说激素在人的行为条件当中 只是第二重要的 可能会会有一些相关的解释 我觉得是这样的 从总体的论证逻辑的清晰性上而言 我会觉得正方的 在生物层面的说法会更清楚一些 但是这个不足以 最后我判定正方优势 因为我觉得是两个方面的原因 一个方面是 我并不认为在这个题目当中 可以凭借科学的原理 完全取得这个优势 如果我因此判定 一方彻底得利 或者就是就是把这个作为 双方胜负的一个判断点的话 我个人的观感是对于 不管是不论是关于这个变体本身的延展性 还是对于双方在场上论述的社会方面的成本而言 其实都是不是特别公平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 我的确是一旦涉及到生物和科学层面 我觉得能够拿下我优势判定的那个标准 其实相对来说是比较高的 我觉得大家都是变手敞开的说 这话其实就应该是这样的 如果一个题目当中 涉及到双方关于科学的争端 他对于某一方拿下这个论点的标准 应该是相当之高的 换句话说 你要对对方达到的是一个正伪的这个力度 但是我觉得在这场比赛当中 远远没有到达这个 所以我觉得这是我关于第一个部分的交代 就是生物所判断的人之本的这个层面 我认为双方没有谁能够明显的拿下 这个论点的优势 然后进入到第二个层面 就是关于后续的这个行为的论证 我在这个层面上 首先我就着反方的这个论点来讲 反方其实这一系列的 这个理论基础 其实在后面讲的已经比较明显了 就是希望能够以进化论的基础 以这个自私的基因为出发点 然后去讲这个整个社会的构建的模式 对于我来说 正方在这里其实比较有效的回应是这样的 因为反方这边论证本的方式 我的理解是说要看它的起源 也就是在原始社会的时候 人们刚开始还没有构建起社会机制的时候 那么是怎么样去形成这个后续的一系列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社会体制的构建也好 道德和法律的这个用以教化的这些元素的形成也好 它是怎么形成的 反方其实意思就是讲 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之下 大家只有通过互相的这个竞争 那可能还讲到一个类似于远古的囚徒困境的这个模型 就说我脑海当中也许有一套 关于我们之间如何去开展这个这个这个利益分配的方案 但是未见得你也会这么想 所以我们唯一的方式就是采取自保和损人的方式 对于我来说是比较安全 这里其实在前端的时候 我觉得正方有一个回应 是我一直对于反方的一个深至于脑海的疑问 就是如果你作用到现实当中去讲 我觉得可以承认的是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之下 可能大家会通过损人利己的方式去增加资源 但是它同样的哪怕在原始社会 其实它一定也存在群聚生活 一定也存在互相的合作 所以在面对资源有限的情况之下 是不是人们真的表现出来了 就是只是像每个人脑海当中 假设他是一个囚徒困境 所以我不能相信别人 我只能伤害别人 而没有去主动的向外部寻求合作 是不是这个过程是缺失的呢 我觉得不是 但正方很明确的提出来了 在原始社会也存在这种合作利他行为 以面对自然界中资源有限的 这个客观条件的情况之下 我会觉得反方在这个原始社会 所推论出来的一系列的关于本的这个论述呢 其实也受到了足够的挑战 好像也不能完全的遵从你们这一套的 社会眼镜的逻辑 这是就是反方所讲的这个本 我在这场比赛当中 最后在我的心目当中呈现出来一个观感 那到后续其实双方会有一些 关于现实层面的举例 我觉得在这个层面上也呈现出来的一种 双方各有对方解释的不充分的例子 比如说正方这边 我觉得反方解释的不太充分的例子 就是中场我提的那个问题 就是很多利益不冲突的情况之下的一些善行 他不能完全的就被归为非善的行为 比如说反方其实一开始举的那个例子 我觉得我是可以可以盖到的 就是那个恐龙让梨 说比如他有一百个梨 他给别人分 这个事的这个这个善 这个善的程度呢 就要打一个问号 但其实这里反方的表述也比较微妙 反方在质询的时候 问的那个问法是啥的 你认为如果他有一百个梨 然后他去选择分给别人 那么他的善的程度 是不是要受到减损的 大概是这个意思 那我觉得他的潜态词就是 你也不能否认他是一个善的行为 只不过他善的程度可能没那么高 但是反方其实是希望通过这个去讲 在资源充足的情况之下 是是是谈不上善的 但是这个时候郑方 其实举出了例子 郑方四边讲的是非常明显的 比如说慈善家 他很有钱 然后他去周记别人 对吧 我们想到中国一句古话 穷则独善其身 达则兼击天下 那你说这个达则兼击天下 在反方看来就不是善型了吗 我觉得肯定也不是 所以郑方其实是有举出一些反方 我觉得在社会现实层面 好像就是在恶本的情况之下 好像没有解释的很充分的例子 那同样对于反方也是一样 反方所讲的这个殖民地的例子 我的感觉是对于郑方来说 这个这个这个解释太粗糙了 郑方的意思是说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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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洲去殖民 这个这个美洲印第安人 他们之所以会会会有这样的行为 是因为受到性恶论的影响 我就想这是能还能这样解释吗 就是我我就感觉就是他不是不行 就是我也能够想象出 你们脑海当中那个逻辑回路 但是我不得不讲 这回应太粗糙 那是回应太粗糙的 就是他粗糙到 他粗糙到似乎只是 攫取了遍题当中的一些关键词 然后运用了一些初步的辩论技巧 对他进行解释 但是有没有回归到自己立场上呢 我觉得在我心里也是打一个很好 所以包括还有 这个还是有一个反方举的 这个偷菜的例子 我觉得这个例子很妙 就是这个偷菜它到底能不能说明 人的本性当中的一些特点 我虽然正方没有回应 就是我的感觉是 这个偷菜是个游戏 对吧 它是个游戏 就是它的本质是为了 尽可能的在游戏当中 比出来一个高下 就是我家的菜园 比你家菜园好 它首先不涉及到 现实生活当中的物质利益分配 在这种情况下 他们的这种偷菜和 攫取利益的行为 究竟是为了获得游戏的快感 还是真的要跟我们生物和社会演化的过程当中 这个东西所绑定 我感觉在我的心里是比较存疑的 这是第二个问题 就是关于现实层面 大家讲到一些具体的例子的时候 可能会涉及到的一些回应 我觉得其实方方的解释的力度都不是特别好 第三个层面是 关于价值的比较 我认为在价值比较 我坦率的时候 我认为在价值比较这个层面上 我觉得正方的解释是更负责任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你看反方这边关于这个价值的比较的说法 是我们唯有认识到人性是恶的 才会是才会对他抱以宽容 但你有没有发现 你这个宽容是完全不是由你的立场本身 所带来的价值倡导 他比较像是在你的立场成立之后 你希望大家去怎么做 换句话说 当你在论证人性本恶 说人性本恶大家才能包容 不是的 认识到人性本恶跟人们 人们就会包容这两件事情之间 是不存在实然关联的 你的意思其实是说 人性本恶的情况之下 我们要建议大家学着 尽可能的去包容人们的恶 所以对于反方而言 这个价值出口 这两者之间是比较断裂的 或者说你的价值倡导 是不根治于你的实然立场 那正方不一样 我觉得正方在这个点 之所以会更负责任的原因 是因为他的立场 跟他的价值倡导之间 是有关联的 就是我只有认识到 人性本恶才会重构起 一个互相之间充满信任的社会 对吗 我觉得这个是正方的意思 正方的这个价值 是跟他的立场的实然成立 是有关联的 所以我觉得 从价值出口的这个角度 我会觉得反方是一个 纯粹的价值倡导 啥意思呢 就是跟我的立场没关系 我反正我的立场成立 不一定会导致一个坏的结果 我的立场成立之后呢 我可以给大家一个价值倡导 那这个东西就跟论证无关了 它就不是一个需要 你论证立场来带来的价值利好 那对于正方而言 那他自己的立场本身 他的这种观点本身 本身就蕴含着价值意味 所以我会觉得说 在这一点上 正方的论证是比反方 稍负责任一些 不过不多 因为正方在这个点上 我觉得也出现了很多 有可能会有漏洞的东西 比如说正方说 这个世界上已经有很多不完美了 我们已经构建起足够的 这个不信任了 我们还我觉得这个就很像是自我欺骗 就是这个世界上已经有很多不完美的 难道不就是说明这个世界上的恶 已经暴露出来太多了吗 那正方的意思就是我们唯有相信人性 本善才会建立起信任的社会 我觉得这个点主要就是因为 反方没有时间在及时回应了 反方难道不应该嘲笑正方的这种天真吗 就是我们面对着一种 这种这种无法了解别人动机的情况 当代人可能更多的选择去诸心恶意揣测 但是很多情况下这没有办法 因为这其实是对于自我保护利益 相对来说是比较稳妥的一种方式 所以我是觉得正方的这个价值 虽然在论证本身上会显得比反方 与立场之间的关联会更紧密 但是其实他本身这个道理能不能讲得通 我觉得也是存疑的 包括我对正方其实还有一个疑问是这样的 就是就像我中常讲的那个问题 我其实觉得后续的过程当中 没有解释的非常清楚 就是在人性本善的情况之下 恶是怎么发生的 正方说受到很多外部因素的影响 这个外部因素的影响到底是 到底是怎么产生的呢 我觉得是很模糊的 非常模糊 就当然我可以理解这个逻辑 就我觉得这个逻辑本身是没问题的 但是它到底是怎么发生的 我觉得正方是需要进一步去论述的 比如说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我们假定人性本善 然后人们希望建立起这个 包含法律和道德的这个理性社会 这个其实就是现代性制度 一直以来所强调这个方向 就是从文艺复兴 启蒙运动以来 人们以理性为提点 以这个美德为追求 然后建立起来了 以道德和法治为这个基础的 这个现代性制度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为什么会有恶的发生 我觉得就是因为 现代性的制度本身建立起来之后 你就会发现 人在其中的位置被逐渐的边缘化 但这个不能怪人 这个是制度本身的扩张性和惯性 对吧 就是有一本很著名的书 叫《现代性与大屠杀》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 就是说人们设计这个制度的初衷 都是好的 但是最后为什么会产生 德国人屠杀犹太人这种情况 那一部分是因为 他们自己的群体内部 有这种视野的盲区 没有办法去看 看权每一个 就是没有办法去兼顾到 每一个群体的利益 更重要的是 其实不是每一个德国人 都丑视犹太人 他们之所以会最终形成 这个系统性的大屠杀 是因为每一个人 处在这个《现代性制度》的每一层 我们就管它叫科层制管理 就是上面有一个命令 然后底下在执行 然后在执行的过程当中 这个所谓的出发点 就会不断地被扭曲异化 然后最后就会演变成 到最后通过大屠杀的这种执行 去完成这个目标 再比如说 对吧 咱们讲的比较敏感 比如说防疫政策 它的出发点一定是好的 是为了保存群体利益的最大化 但是最后为什么会 会产生很多在微观的层面 会倾压个体的这种情况 其实是因为制度本身 在建立的过程当中 产生了很多人 无法预料的制度性的后果 那我觉得这个 这一类的例子 会是我想象出来的 所谓的这个外部的情况 不可控 以至于把人的善的动机 扭曲成恶的结果的这个情况 但正方完全没有 没有打算好好去解释这个问题 我觉得他讲的 就是比较抽象和模糊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这场比赛 总体一个观感 我的判断会建立在我以上 对于几个关键问题的 这个重要性的判断 以及我对于他的偏向判断上 那我觉得对于双方来说 在一个比较难的题目当中 其实把问题解释清楚 是一个比较基本的要求 就是所有的攻防 不要停留在 最基本的逻辑的层面 要尽可能的去对他进行 进一步的挖掘 我觉得可能对于论证而言 他的帮助会更大 要不然就真的会陷入到一些 关于很表层的攻防的交锋 就可能对于内容的贡献 就就会比较受限制 好吧 我就想这么说 谢谢大家 感谢陈宁瑞老师的精彩点评 比赛结果已出 首先为大家揭晓的是 本场比赛的最佳辩论员 根据评委的投票结果 他是反方的三变 来自清华大学的戴磊 恭喜 接下来为大家公布 新耀大湾国际华语辩论 邀请赛出赛A组 第三场的比赛结果 首先将公布 初始说服票的比赛结果 张国恒老师 初始说服票 投出评票 陈宁瑞老师 初始说服票 投出评票 谢宇老师 初始说服票 投出评票 初始说服票 投票结果为 正方比反方 1.5比1.5 下面将公布 环节分数票的比赛结果 张国恒老师 环节分数票 投给了反方 陈宁瑞老师 环节分数票 投给了正方 谢宇老师 环节分数票 投出评票 环节分数票 投票结果为 正方比反方 1.5比1.5 接下来将公布 中级说服票的比赛结果 张国恒老师 中级说服票 投给了正方 陈宁瑞老师 中级说服票 投给了正方 谢宇老师 中级说服票 投给了反方 中级说服票 投票结果为 正方比反方 2比1 比赛三阶段的 累积最终结果为 正方5票 比反方4票 恭喜正方同学 赢得本场比赛 最后 让我们再次感谢 场上的8位辩论员 与3位评委 感谢他们为我们带来的 一场精彩的辩论比赛 请大家继续关注 新耀大湾国际 华语辩论邀请赛的 后续比赛